社團的夥伴 大家好 我是Jacky老師 今天又要跟各位來聊聊理財 投資相關的一些訊息分享 今天主要跟各位來分享投資組合的三個原則 哪三個原則呢 一般好朋友們如果有稍微在進行投資都會特別的清楚 三個原則都有關係到我們未來整個投資組合或資產配置的一個收益 那三個東西就是第一個 本金的大小關係到我們未來的投資的收益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報酬 也就是收益性 報酬越高越好 但是這個報酬的過程當中我們一定有一個相對的波動跟風險 好 第三個原則就是時間 那一般的人對於時間的觀念當然是越短越好 越快有報酬是越好 好 那我們就這三個原則來跟各位談一談聊一聊 再進行投資以及投資組合 資產配置的三個重要的要素 好 那這三個部分我們從PPT的資料上面來看 那一般的人對於本金的要求 第一個當然就是最好是要越保本越好 好 那保本這到底是觀念是對還是錯 我們待會從幾個面向來跟各位做說明跟解釋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報酬率 也就是我們收益要越高越好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有一個存在的因素就是你報酬越高的 金融商品 報酬越高的工具 那當然隨著它的風險也就越大 OK 好 所以在投資組合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風險 叫做波動 價格波動 那今天呢 我們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你去冒高風險 那不見得會有高報酬 所以報酬很多人的觀念是越高越好 好 第三個我們投資組合的原則要談到的是時間 那對一般人來講當然就是越短越好 大家都想說投下去馬上開獎 是不是明天就整個報酬率最好 下去時間越短我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成果 好 那我們從這三個角度來看 那簡單來看看我們先看第一個本金 那大家會忽略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本金到底保本是指存在銀行存款的本金嗎 好 那各位 老師這麼說了 存在銀行的存款百分之百的風險 每年讓你硬生生的賠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我們以過去幾十年的例子來看 正常的情況之下 當然這兩年的通貨膨脹率是很高 以正常的情況之下來看的話 每年三到四%的通貨膨脹 也就是我們講物價水準 物價正常情況之下 它這種通膨是正常的 可是各位你去看 以我們現在目前銀行的存款 你不要講活期 就連定期 一年期的定存 基本上要超過一%都很難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硬生生的風險 每年這個一百塊的東西 到明年的東西已經變成一百零三塊了 平均 可是你一百塊存在銀行裡面 你明年連本代息拿回一百零一塊 你卻買不到同樣 今年可以買起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一種存在銀行本金的保本 和硬生生的一種 這個叫做風險 每年讓你賠掉1%到2% 那如果你資金很小 或是一兩年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說你去看30年前 你的這個500萬 你可能能夠買一棟不錯的房子 但是我們現在想500萬 在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在北部地區 你可能連一間廁所你也買不起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說 通貨膨脹的一個風險 那到底本金要不要保本呢 OK 好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有一個觀念就是 本金的保本 應該換一句話來講 就是什麼叫保本 也就是說能夠打贏通貨膨脹 才叫保本 這個就是我們要轉變那個觀念 好第二個 第二個 那對於在投資組合過程當中 既然我不是只能放存款 我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根據它的價格波動 它有報酬高 風險就相對高 那我進行投資組合的情況之下 那這樣的一個投資組合的組合的 這些金融工具金融商品 其實風險控制以及它波動的控制 對資產本金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本金的這段PPT裡面 就有稍微演示給各位看 像A資產 A資產 它原有資產投進去之後 它有可能就是沒有做投資組合 它直接往高風險的這個標題去投資 那今年投資報酬 因為碰到一些市場波動跟股災的關係 好 它賠掉了50% 那50%明年的本金就剩下50萬了 OK 那即使明年它再給你漲50%回來 可是還沒有還本 因為你50萬的 你賠是賠掉50% 可是你本金50萬你要漲回100萬 你是得要花掉一倍的這個報酬率 也就100% 但是你同樣跟今年來講 你只漲回50% 在你沒有溢注新的資金的狀況之下 你的本金只不過回到75萬 那我們看看 如果你今天在B的這個方案 你做了投資組合 透過不同的金融商品跟金融工具 讓你的波動變小 如果說在每三五年的景氣循環當中 你碰到一個空頭或者是一個股災 透過你的投資組合 你的波動能夠怎麼樣 互相的去分散掉風險 那你的投資報酬率只跌20% 那明年的投資報酬呢 只要漲20% 原則上你的資產原來的100萬 回來的趴數跟趨近就更加的容易 那你只要25%當然就漲回100 但是我們剛剛看這張PPT的A資產 單一風險的股票你跌了很多 所以在控制波動分散風險的重要性 對於本件來講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強調資產配置跟投資組合 好 那我們針對第二個部分來看看 那針對第二個原則收益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的頭一片 哪個方案到底賺得更多 我們一樣從單一的投資標的 很會飆漲的投資標的 跟這個B資產 也就是經過資產配置跟投資組合的標的 讓它分散風險 有人在講到說 過去老師幾十年 包含我的學生 或是我以前已經拿了客戶的 那老師你告訴我 那如果這個標的很會飆漲 那我幹嘛去做這個資產配置 我做了資產配置目的是要分散風險 可是分散風險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連我的收益 本來有一支股票很會漲的 連我的收益也被分散掉 聽起來好像是有道理 可是你投資不是只投資這個月 不是投資今天 你是一個長期的 假設你未來的三年未來的五年 甚至於你的十年二十年這一輩子 那你能保證永遠都不會碰到市場 大波動大空投或是大雄市嗎 當然不行 我們來看看這張PPT的例子 好 那左邊這個區塊呢 我們一樣 A它是屬於單一標的 很會飆漲的股票 你看第一年我們漲10% 第二年我們漲了20% 不錯 第三年我們漲15% 很好 第四年運氣不好 除非你能正正確確的告訴說 今年第四年 我看得出來是熊市空投 我不投資 但是一般人很難 很難 好 那如果你這樣長期的投資下去 第四年 有不可預期的這個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哇怎麼辦 結果讓你的資產損失了30% 那你的本金當然就掉下來了 好 在我們看第五年 又讓你開始又慢慢漲回來 10% 那我們以這樣五年的情況之下 中間有經歷過一次金融海嘯或者是空投 那你的平均收益是5%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B資產呢 是有透過資產配置資產組合 把風險整個都分散的差不多 讓我們的整個資產的波動 沒有單一標的單一股票這麼大 所以你每年可能只有得到5% 5% 5% 也許前面兩年 前面三年 你覺得好像比單一資產漲得少 可是你的投資 我剛說過了 你不是只有一年 也不是只有一個月 你可能是長期的10年20年設計配置 那我們來看看B資產 假設在一樣的五年的情況之下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5% 第四年在空投的時候 因為它有分散風險資產配置 所以它的整個波動也很小 也是獲利也是5% 第五年它還是5% 那透過五年的平均收益也是5% 那這樣的模組看起來好像這五年 有配置跟沒有配置的 沒有資產配置的兩個資產 好像都是一樣平均收益率是5% 是對嗎 我們仔細來算一筆本金波動的帳 我們往PPT的右邊來看 實際上A股票因為經歷過一次的空投 在這五年過程當中 它本金的變化跟浮動 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趴數來計算了 我們實際把A資產的本金帶入 它的本金因為互相消漲互相波動 它實際上平均的收益 年化只有3.17% 反觀我們來看B資產 好 以長期投資的角度 B資產它的價格的波動 資產的波動更加穩定 還是真正可以讓你年化真的轉到5% 好 所以從這兩個案例來看 這個資產配置能夠分散掉風險 但是以長期投資的角度 除非你能避開這個空頭 否則以長期投資的角度 你資產的價格波動越穩定 那長期的投資效益 才能夠保證是越來越好 反而不會去分散掉收益 好 我們從第二個收益的這樣PPT 來跟各位做以上的分享跟解釋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投資組合的第三個原則 時間 我們先講好了 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講 當然是越短也好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在比巴菲特這樣的一個投資效能 在連續50年 年化報酬都可以到將近20%的 很穩定的人 那從它的自傳據聞 它最短能忍受的投資組合的一個 持有的時間 它能忍受10年 最少最少 那可是對於一般人來講 不要講10年 像過去我在銀行很多客戶 不介紹他投資商品 他說告訴我 越快越好 不要講10年 連10個月他都忍受不了 都覺得還蠻久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長期的投資的工具 明明就是保本 也能夠對抗通風脹 他也是不要 例如像除去險 或是長期的負離增值 受險 類似 或者是長期的這個 所謂的 海內外的一些 穩定的全球型的基金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時間的PPT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給各位看 假定現在 劉老師給你一份 讓你一定要堅持30天的一個工作 那我給你兩種付薪水的方式 第一個 每天給你1萬塊 那你連續堅持30天之後 你可以得到30萬的薪水 第二個方式 我第一天給你1分 第二天給你2分 第三天給你4分 我每一天只要你堅持30天 每一天我都給你前一天的雙倍 以此類推 那第一種方式 累積30萬 第二種方式 我們來看看 他的薪水到底是累積的多少 各位 很驚訝吧 總共累積的1073萬 好 那這個是簡單的例子 我們來說明什麼東西 就是複利 所以 以時間的價值 當然是 越長 他的複利滾存的效果是越好 越好 所以複利的神奇魔力 所以難怪 有一句話這麼說的 就複利的威力比原子蛋糕 那通過呢 通過我們剛剛去跟各位去進行 說明的資產配置投資組合 三個原則 本金收益時間 其實最重要的 本金是要怎麼樣 要從一個角度來看 要越安全越好 因為你要對抗通貨膨脹 所以你不能只放存款 但是呢 需要高報酬又怕 他的波動 會損失掉本金 所以要越安全越好 第二個部分 在報酬率上面呢 要透過資產配置投資組合 讓他越穩定越好 第三個 以時間來講 當然越年輕 越早 去做你未來目標的投資規劃 是越好 所以我們 之前有稍微跟各位去介紹過 這三個組合 我們在上一次的這個分享當中 有介紹過這一張 並且定額 這個投資呢 可以降低減失的風險 那他也是一種很好的一種投資策略 但是他就是要堅持 要靠時間 所以這樣PPT 各位複習一下老師在上一次跟各位分享的內容 我就不知道 我再贅述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那如果做定期定額的話 其實還有需要補充的東西 是傻傻的去買 傻傻的放著嗎 當然也不是喔 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定期定額它有一個重要的訣竅 就是傻傻的賣 機靈的賣 你才能夠收韭菜 才不會像在市場裡面做短線投資 你被人家割韭菜 所以停利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那我們這邊簡單的來看 所以你一定要設一個停利點 所以市場在多投的時候你可以設20到30 市場在空投的時候 一樣啊 它不會從1萬跌到1千 一條直線 它會波動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停利點 設小一點 例如6% 10% 到12%以內 這樣子 你的波動 停利可以怎麼樣 賺少一點 但是多賺幾次嘛 但是到點的時候 我建議是清倉 也就是全部落袋會按 可是很重要的 不管市場怎麼下跌 你只要看好了標定 你又持續的賣 OK 停利不停扣嘛 右邊來講 如果你跟前面的整個 這個投資組合的高點 好像損失或是下跌了15% 20% 你一定要按照我們剛剛前面所講的 本金的原則 一定要啟動叫做 停損的機制 先落袋 但是呢 我們每一個月的金額固定 還是去買 買便宜的部位 但是前面賺到了 一定要先停利 或是停損 這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所以我們 透過下面這一張來看 今天我們做 策略性的投資 或是定期定額的話 第一個 盡量放大你的本金 那怎麼放大本金呢 很多人說我月收入 減掉月支出 等月光組 所以這個就要從我們前面 有跟各位分享 要去檢視你的固定支出 不管你今天薪水賺多還少 你可以從固定支出去控制 讓自己的月收入 減月支出 可以存得下錢 並且養成儲蓄的習慣 才能夠進行投資 你可以透過這個定期定額 OK 第二個部分 一定在執行 停投資策略 或是定期定額的時候 一定要停利不停損 那這裡指的不是 不是我剛剛講的 右邊那個停損 就是你前面 已經累積了很多的部位 除了停利以外 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你還是把你大部位去進行停損 可是呢 不停扣 我們再改一遍 改一下 停利不停扣 這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第三個部分呢 當天跌幅 假設你追蹤指數 例如你投資的是美股 或是全球 或是台股 你要看你的Benchmark 就是你追蹤的指數 你的基金也好 或是你的股票也好 你盡期定得做 你追蹤的指數 如果當日跌幅 百分之三以上 那你就多買一次吧 或是按當月扣款來金額 例如你每個月扣一萬 那你多買五千 三千 六千都可以 乘便宜 多加碼 因為一般的正常的股市 跌到百分之二跟三 很難 已經算很大了 所以這個是 老師今天跟各位來分享 這個投資組合 三個原則 並且也再補充一下 上一次我們講定期定額的一些 傻傻的買 吉利能賣的一些 停利停損的一些方法 那希望對各位有用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